我們用繩子把這輛火車給他綁住 不要龍捷風一過來的時候就直接被吹跑了 我們要給他一個雙重保險 你說的沒錯 那動作要快一點的 我們要多拉幾根繩子 龍捷風馬上來啦 馬上來啦 超雷霞我們要躲哪裡去啊 躲到這個火車的車廂裡面還是躲哪裡啊 我是直接躲到了火車頭裡面啊 裡面應該比較安全吧 來啦大莎你也趕緊上火車啊 好的 你一定要穩住了 不要被吹跑了 現在龍捷風已經靠近了這個火車頭啊 他的這個龍捷風的風速大概有16級啊 應該是最高等級的這個龍捷風了 可能想要這輛火車呢已經開始翻了啊 不會被吹起來吧啊 繩子呢都被扯斷了 這輛火車呢不行啦 還是被吹起來啦 有一點厲害啊 好吧 那這輛火車不行呢 接下來呢我們來測試一下我們的房子啊 呃 哎呀最近呢不是經常掛颱風嗎 我發現呢 掛颱風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門窗呢 給保護好來啊 因為最主要的就是門窗很容易被吹跑掉 你說的沒錯啊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將這道樓的所有門窗的 拿木板給他定起來 好的 那千萬不能遺漏了 只要遺漏一個門窗的話 那這個風篷就很容易將這個門窗的給他吹回啊 是啦 我們現在的任務量有點大 這邊呢到處都是窗屋啊 我們先把這個小門窗給封住啊 然後看一下 你看這個房間這邊呢 還有兩扇窗啊 然後這個廚房這邊也有 然後二樓這邊 你看二樓這邊呢 還有這麼多扇的窗屋啊 那啥一會呢 我們要想辦法找一個位置呢 躲好來啊 我覺得躲在廁所這邊應該不錯的啊 先把廁所這邊給封好來啊 那這個廚房的玻璃呢 也要全部封住啊 這樣封住的話 那就不容易被吹跑掉了啊 那查理一下 這邊呢有好幾扇玻璃啊 一會呢 我就藏這個廁所裡面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個大窗屋 這個大窗屋呢 也要封 好的 這個房間呢 基本上沒問題了 我們再檢查一遍 看一下廁所的這個窗屋呢 再多封一下 多封一點 給他封一封一封來 然後 出去的這個門呢 這個門呢 也給他封住吧 那樓下的窗屋 不管的話 樓上的窗屋呢 我們就要更要封也來 找人家廁所這個門呢 你也給他封住啊 好的 這個門呢 我們也給他封也來 一會呢 我就躲在這個廁所裡面了 那我們看一下 外面這邊還有沒有洞啊 欸 這邊頂上呢 還有一個洞啊 還有沒有看到啦 這頂上這個洞呢 也要封住啊 好的 現在我們把門關住啊 大廈 躲好 來了 龍劍封住來了 馬來靠近我們了 還離我們 將近有30米遠 啊 要靠近了 要靠近了 一定要撐住啊 一定要撐住啊 我們這個木板呢 不要被吹跑掉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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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我們的 靠近我們的 我們防止不要被吹走掉 哦 這個木板開始震動了 開始震動了 哦 這個風力好大 哎呀 這邊感覺漏風了 哎呀 怎麼漏風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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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玻璃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這個 被吹壞了 完了 完了 這個牆壁也被吹壞了 底下這邊已經壞了 完了 我們底下客廳呢 先被破壞掉了 哎呀 你看這個牆了 都被吹倒掉了 哇 這個風很大 這個風很大 根本撐不住啊 只要有一個地方漏風了 是 地方都漏風了 是啊 頂不住啊 現在已經被吹到了空中啊 趕緊下來下來下來 我們要找棵樹呢 抱住啊 這棵樹 這邊現在比較安全了 啊 我們抱住這棵樹啊 這個樹呢 希望不要被吹跑啊 現在可以叫龍天鋒停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房子 會不會廢掉啊 我感覺它基本上廢了 是啊 我們剛剛這邊 屋頂呢 被掀掉了 然後你看底下這邊的玻璃呢 也全部壞了 剛剛的那輛車子呢 都被吹到了這個樓頂上啊 你看這個樓梯這邊 你看這邊好幾個坑啊 哇 我們的玻璃呢 所有的玻璃全部壞了啊 看來我們剛剛那個木板呢 這樣搭著根本就沒用啊 還是沒有搭岩石啊 如果搭岩石的話 沒漏風了 應該不至於啊 我們 再放一棟房子呢 來測試一下 最重要的是 不要將這棟房子呢 給它吹跑 現在我們先用繩子呢 給它綁住啊 那一會呢 我們還有一輛車子啊 那輛車子呢 我們要拿木板呢 給它固定住 你這木板固定這輛車子 我覺得這輛車子 還是會被吹跑 試一下吧 你不可能用這個繩子呢 來綁住這輛車子嗎 肯定綁不住的啊 那木板呢 會比繩子更牢靠一點啊 我們住這輛車子好運吧 好的 龍蛟風來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那輛車子現在是什麼情況 哎呀 那輛車子就直接被吹掉了 沒掉了 已經沒掉了一半啊 這個屋子 哇 這個風速很大 這個風速很大 我們現在稍微站遠一點啊 哇 這個龍蛟風呢 已經整個吞死掉我們的房屋了 我們這個房屋呢 有一半是還在的 有一半已經沒掉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右邊那一側 我們那那個車子的位置 哇 車子已經被吹起來了 那那個木架搭起來也沒用啊 我們的牆體呢 都被吹他了 他要直接往牆壁那邊呢 被吹出來了 這輛車子 是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龍蛟風測試呢 就到此結束了 我是超零俠 喜歡我的解說 記得點讚加關注哦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掰掰